最新股市新闻更新 最专业机构分析观点 最权威人士解读 大家好 欢迎来到安底大鲨鱼的美股投资频道 我是Alex 今天是4月1日周五 就业报告发布后呢 股市出现震荡 债券收益率上升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0.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1%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2% 劳动力市场的健康状况呢 一直是美联储决定升息速度的关键因素 此前公布的强劲就业报告就显示 美国失业率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 本月发布的报告显示 美国3月份新增就业岗位43.1万个 连续11个月超过了40万个 创下自1939年以来最长的月度增长记录 失业率从3.8%下降到了3.6% 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 美国经济将增加49万个就业岗位 失业率正在迅速接近2020年2月 大流行前的3.5%的失业率 那这个是50年来的最低水平 我们说过对美联储来说 决定加息速度的一个关键因素 还是劳动力市场的状况 但是劳动力市场非常强劲 那为什么没有得到市场的反应呢 可能就是因为通胀的高企 淹没了一切的事实表现 投资者面对波动剧烈的股市 处于观望的态度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联储首选的通货膨胀指标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在截至今年2月的一年中 飙升了5.4% 2月份包括食品和能源在内的通胀指标 较上年同期上升了6.4% 为1982年2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那在债券市场基准的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 从周四的2.324%上升到了2.391% 债券价格下跌收益率上升 在过去的7个季度中 由于投资者准备迎接美联储继续加息 以抑制通胀 美国国债收益率已经连续5个季度攀升 对短期利率预期更为敏感的 两年期国债收益率 已经上升至了2.432% 当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0年国债收益率上方时 收益率曲线就会反转 这通常被视为经济衰退的前兆 周二这条曲线是短暂的出现了 自从2019年以来的首次反转 这卷抛售近几日出现奇稳的迹象 可能是由于投资者对时机的选择 在季度末大型资产管理公司通常会重新调整其投资组合 Pick It Aside Management的多资产策略师称 对我们来说这将是经济衰退的指标 但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恐慌的时候 我们正处在一个有意义的信号的边缘 但同样情况也可能发生逆转 随着乌克兰应对俄罗斯在东南部地区发动的新一轮袭击 围绕着本周的和平谈判的乐观情绪是逐渐的消退 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新的制裁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也签署了一项法令 规定从4月1日起 外国买家购买俄罗斯天然气 必须支付卢布 拜登政府表示 美国将每日释放100万桶石油储备 那白宫周四宣布的计划 是为了缓解汽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上升 并解决部分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而造成的其他供应短缺问题 战争引发的大宗商品价格飙升 放大了对通胀的担忧 而更为强硬的美联储货币政策 加剧了对经济增长的担忧 那他们共同推动了美国三大主要股指 走出了2020年3月以来的最糟糕的季度表现 对经济前景的担忧 是股市在2022年之初 开局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在的投资者还必须分析 乌克兰战场上迅速变化的事态发展 及其对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影响 那我们之前的视频中曾经提到过 战争可能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但是自此展开的货币金融战将是持久的 那对世界的金融体系的影响 可能会造成世界的新格局 继我们上上期视频分享的 美银发布的反弹空间时间有限的报告之后 那高盛也发布了一份最新的报告 称标普500短期内不会有太多的上涨空间 那高盛表示标准坡500指数 已从3月14日的低点反弹了10% 但投资者不应期望很快有更多的涨幅 以彼得奥本海默为首的高盛策略师 在报告中写道 需要明确的是 我们现在认为短期内几乎没有上涨空间 高盛预计标普500指数 今年将收于4700点 仅较近期水平上涨2% 那预计明年欧洲股市上涨6% 亚洲股市将上涨14% 不过策略师们表示 近期股市的反弹比乍看起来更合理 他们指出了支撑市场反弹的7个主要因素 第一个就是实际利率仍为负数 股票依然提供了最好的收益 由于收益率不再能够抵御通胀 而且资本损失削弱了他们的无风险特征 这正在推动投资者远离民意资产 那人们越来越希望减少债券持有量 以持有实物资产 因为他们试图保护实际回报 第二点就是股票是一种真正的资产 因为他们对民意JDP有要求 只要经济增长 收入和股息也应该增长 第三个原因是私营部门资产负债表强劲 那大流行导致的家庭储蓄率居高不下 尽管存在实际可支配收入紧缩的风险 但家庭仍处于相当有利的地位 失业率处于历史的最低水平 第四点就是信贷市场相对稳定 系统性风险降低 那现金资产比率仍然很高 此外长债能力达到了30年来的最强水平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 即使在经济环境疲软的情况下 投资者也可以期望股息能够持续 第五个因素是 财政支出和资本支出正在增长 尤其是在中国和欧洲 俄罗斯的入侵极大的改变了人们对军费开支 和能源安全目标的态度 这与后金融危机时代相反 第六个原因是 估值已跌至长期平均水平以下 那尽管股票仅略低于高点 但由于市场落后于收益的增长 过去一年的总估值已经下降 第七个原因就是 头寸配置大幅减少 增加了风险资产的不退称性 最近几周持仓变得非常谨慎 空头头寸的平仓也促成了这些收益 跨资产头寸和情绪的综合衡量指标 年初至今变得越来越看跌 两周前触底至30% 这往往表明 风险资产的不对称性有所改善 高盛说 本轮股市上涨可能已经没有多少上行的空间了 同时他也给出了一些投资者投资方向的建议 他们认为在短期内 投资者应关注第二季度经济数据和即将公布的企业财报 以寻找一些经济衰退的迹象 高盛的经济学家预计 美国未来一年出现衰退的可能性是25%到30% 那这可能会导致标准波尔500指数跌至3600点 至于现在要投资哪个方向呢 高盛指出要抛弃那些增长型和价值型的股票 建议投资者发掘那些能够创新颠覆和适应环境的公司 寻找那些能够提供高且稳定利率的公司 而不是那些在上个周期被追逐的收入更高估值创新高的公司 那同样重要的是呢要利用资产地域和行业 也就是房地产和大宗商品的广泛多元化 为投资组合呢建立一条护城河 同时呢他们表示对冲也很重要 那在VIX波动率指数低于20的情况下呢 标准波尔500看跌期权呢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对冲 那另外呢防御性价值和高股息收益率股票 也是他们喜欢的另一个领域 那以上呢就是高盛的最新的一份报告 大家对美银和高盛的这两份报告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早在3月9日出现第二次恐慌性抛售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一期视频叫逢低买入适时止盈 我们那时候提到了一个思考的问题 那就是何时止盈 因为太多的投资者呢都有卖早了股票卖非了 或者是卖晚了股票又跌回去了的问题 来回的坐电梯 所以呢在很多人认为市场不会出现反弹 还得继续跌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买在了真正的底部 那不管它是短期的中期的还是长期的一个底部 反正买就对了 然后从那个时候就让大家开始思考应该什么时候止盈的问题 那买到呢不一定会赚到 那大家还要会卖 不然呢就像安迪说的 你来回的坐电梯忍着 那到最后还得选择一个卖点 所以呢这次提出何时止盈 就是让大家可以提前有时间思考 你如何选择卖点 你是看自己的预期 是看左侧信号 还是看右侧信号 或者是其他的指标 那不管是哪一个 你呢都可以提前的计划一下 既然是股市如战场 那我们呢就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所以在后面的一期 美联储货币政策或将失误的那期视频中 也是同样在描述栏里 我写了一句 散户不要随便抄底 因为你抄到的未必是真正的底部 那很多投资者呢是没有准备 没有方法 随便抄底 一路下跌一路抄 那最终呢是躺在了半身腰 当真正的底部来到时呢 却有很多人转坐了空头 对股市的预期呢更加的悲观 甚至是卖掉了股票 所以呢在这里提醒大家 你的事实止盈点是什么时候 你是如何确定你的卖点 是什么原因支撑了你的预期 你什么时候需要获利了结 那依然是大家需要思考的问题 所以说呢 这买和卖就是简单的两个字 却难死了我们多少的投资者 归根到底 股市投资呢还是要有自己的策略 有自己的纪律 才能在这条路上呢长期的走下去 好了 本期的视频全部内容呢就是这些 更详细的市场分析和投资策略 请关注我们的会员视频 今天安迪会如期更新会员视频 感谢各位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